我們家員工知道要來成都之後 指名要來吃熱山的這家當當麵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會發現大家在我住的地方預警 走路大概五到十分鐘 然後只有開到下午一點半 然後超難找的啊 旁邊這位店面還有一個超小的箱子 好 先去看看囉 好 一個小的雙打麵 再一個小的雙打麵 然後一個煎雞蛋 就這樣 好 謝謝 好 謝謝 我去做到一點什麼 看到我的 他當雙打麵 他都叫當當麵 用點招牌 我覺得雙打麵就是 少子加豪油 也沒什麼特別 然後少子沒有跟梅干菜 然後在大陸吃麵啊 大陸真的是 一兩兩三兩張價 還可以很高 大家裝小 小碗只要十塊錢 好 二三個五下大地車 趁家興那不是為什麼要拖我來吃這間 又來擋擋麵 趁家興那不是為什麼要拖我來吃這間 然後點個雙打麵 我覺得他一叫我吃的是 他等一下就會知道了 先去看看吧 老闆 又來了 今天吃 泡椒蹄花 要不要煎蛋 要 小碗了嗎 對 你還記得 小碗蹄花一個煎蛋 好 很危險 那個 我想要一個那個 雙打麵 但是你不要麵 不要打包袋頭 剛才點是泡椒蹄花麵 好啦 趁家興來吃這個是 湯頭超好的 應該今天平常吃兩下 都不太多湯了 這湯頭比較清淡 一切不油啊 味道還是蠻重的 因為他加了 泡椒 泡椒就是辣椒拿去醃 然後 通常是醃酸的 所以吃起來就是酸辣酸辣的 那這個 湯頭這個有點像 比較酸比較辣的 加菜都是一秒的 也因為泡椒關係來 所以把湯跟肉的香味 更凸顯出來 滴花椒如何 各位 好吃 剛才如果有客人來說 要買個雙打麵 不要麵 雙打麵不要麵 不是肉燥而已 那剛才吃完呢 我還覺得好吃 所以 走之前想要打包一個人 回家 那回家好像開車要開兩三個小時 不然回去麵都爛掉了 所以想說 嗯 有買個標麵的 味道自己在下面 留食可見肉 多好吃 走 那這邊已經吃麵 第一次把它喝完 好 這邊除了紅糖冰粉有名之外 另外一個人有名 是三鮮冰粉 那三鮮冰粉 幾乎每家店都有賣 然後比較有名的 那直接 每天去 每天經過 然後什麼時候都超多的 都沒位子 然後剛好看到這家 也有在賣 然後 然後看到以前聲音好像做 其實現在不知道什麼 感覺聲音都被搶走了 所以旁邊新的那種 往美店搶走 那這家生鮮冰粉 除了紅糖之外 就還有多了 木耳 酒釀 跟湯圓 那這邊的紅糖 就是紅糖水 紅糖漿 就不是紅糖糕 太苦力了吧 滑不起來 所以可以想像就是 酒釀湯圓 加阿玉的感覺 然後還有再加銀耳 我覺得這些東西 台湯都有 但是台湯好像沒有這樣煮的 是吧 這家紅糖也還是蠻甜的啦 就是 沒有那種 那種紅糖糕吃起來那種 沙沙的口感 這樣就少一個什麼 爽 好 我愛熱山 一個大的紅糖丼巴 然後一個玉米丼巴 然後大的跟小的各一個 大的跟小的各一個 大的跟小的各一個 一的包 一的包小的不買 只買大的 那一個大的 那一個大的 柔的嘛甜的 柔的嘛甜的 甜的嘛是柔的 嗯 各來一個好了 各來一個嘛 嗯 九元 九元 跟弟子 好 謝謝 謝謝 這邊還有個小生日夜的巴 買了幾個 哈哈哈哈 因為講視窗好像看不懂 我覺得他好像還聽不懂講什麼 哈哈哈哈 我點了幾個 好像 給我的好像跟我點的太一樣 好 那對白地方吃呢 也要 給 清理 再開箱看看 其實我不知道該到底買了什麼東西 都有點亂點 那到現在也亂給 反正現在有兩個大的兩個小的 先從大的來試試看 這個應該是 這個應該是 玉米的吧 有像發糕的口感 甜甜的呢 蠻好吃的 然後剛才在 我剛才買的時候 他給我之前有先加了過 所以現在都還是溫溫的 這葉子聞起來有點香氣啊 可是 吃起來沒有什麼香氣 我再 第二個 這個 包的比較紮實 還包兩層 捏住啦 口感也是像發糕啊 不知道應該是紅糖口味了吧 然後裡面有芝麻 然後有點像馬來膏 好吃 但是 小的 感覺應該是有甜的跟鹹的吧 我這個 葉子的香氣就比較重 感覺像台灣的某些粿 我也不知道那些是什麼粿 對 我這個可能為了避免黏住葉子 所以都 蠻油的 但一樣還是 還是很黏 台灣也有啊 某種粿 原本是包肉的 然後鹹湯圓也有不了 又是鹹湯圓了 這個麵糯米啊 卡托間的包 應該是滷肉吧 欸 這是 是不是客家的啊 最後一個 甜的 甜的 然後中間是包 芝麻餡 我剛剛那是鹹湯圓的話 這個就是芝麻湯圓 除了芝麻之外 有一些花生粒在裡面 花生芝麻湯圓 好吃 你知道嗎現在才9塊錢了 台幣大概40塊 超飽 這是滿滿菜水的一天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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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再重新有吃一個 九九豆花飯 然後這個就是 九九扣福腦 因為我本來以為是一樣的東西啊 就後來上網查一下 就發現 豆花跟豆腐腦是不一樣的東西 像這樣比較嫩的 是豆腐腦 好像床間都好像是可以夾起來的 還是豆花 所以上面他們這個豆花是比較 炸實 是叫豆花 沒有這個 豆腐腦 我覺得 很像那種豆腐喔 不像豆花 如果上這邊吃的豆腐腦 通常下面有豆腐腦 然後 其他糞條 然後大油 還有花生 去調料 然後最後上面再加 看可以選哪邊選 粉蒸肉 可以選肥腸 粉條的口感比較像粗一點的冬粉 有像Fennaf的Q彈 可以選擇 可是光在一起吃的 不感很特別 不感覺得很大耶 但其實又很大 可以同時攝取到餐水後 還會有蛋白質 然後樂山有另外一個 特色小吃 是燒蠻 先吃一個飲味 我自己喜歡用香蕉的燒賣 可能是 香港的飲茶 才會出現的東西 有沒有想到這一個 特色小吃的燒賣 有些超多姜哥在哪裡 那句話就想說 對啊 燒賣也跟超手不像 四川特色就 紅油超手 吃個燒賣 好像也合理 然後這燒賣跟 跟香港的太一樣 香港通常是上面沒有包起來 只有周圍有包 好像就是上面包 看起來像 鷹鵝 皮也是薄的啦 就是因為它上面 皮的分量比較多 所以跟香港燒賣事情 不太一樣 這個皮 這樣的比例比較高 吃誰跟小人包 那香港那個我覺得 那是肉丸 幾乎沒有皮 都好吃 然後這邊是 辣椒油可以沾 那沾之後 第一邊好像超少 我們覺得這樣直接吃就好吃 沾之後就好 沾之後就好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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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吃飯都好像 桌上的醋 桌上飯肉不是醬 所以不知道桌上沾什麼 我們試試看這個 燒賣醬醋 有些 有些 爽 所以我們 吃的有點飽 但是想說 來碗冰粉 那這邊有三鮮冰粉 這邊有三鮮冰粉 這邊有三鮮冰粉 其中一個是檸檬片 你一樣 九招加糖圓 然後 有些檸檬片 加那個檸檬這個 更像愛玉 然後 人家都說自己是 手出的 冰粉 那這個髮其實都還原香 把它包到什麼紙 放到布袋裡面 做一做可以出現這種 粘稠的一種 有些 其實都這邊的 冰粉 然後這家呢 口感就應該加加餅 它也一樣 它這邊比較多泡泡 所以吃起來比較 爽散 反而沒有現在加點Q彈 而且跟台灣的愛玉一樣 台灣愛玉也是真的天然的 吃起來其實比較難那扎實 那些比較扎實 比較Q彈 那都是有加什麼洋菜粉的 爽 在熱餐這幾個陣子 我一定要熱量包餅 是